第十七題 甲乙兩木塊質量分別為2公斤3公斤 均靜置於無摩擦力的水平桌面上 經分別對甲乙兩木塊施以大小為3F和2F的外力 甲乙兩木塊受力方向向右 受力期間經水平向右移動1公尺 如土所示 若此移動過程中 外力3F和2F對甲乙兩木塊做工的大小 分別為W甲WE 兩木塊的莫動能分別為1甲和1乙 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知道做工的計算是力量乘位移 力量跟位移要互相平行 這題我們的位移都是一樣的1公尺 那麼在施力大小 甲的施力是比較大的 所以他的做工就會比較大 而我們做工的結果就是能量的改變 這題是動能改變 甲的做工比較大 他所獲得的動能就會比較大 所以莫動能會比較大 因此第17題問我們說 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1甲大於1乙